这老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工作 也不靠谁 就靠写作 一年收入80万美金 安倍总理大臣的两年的年薪 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桥叫青城桥 青城桥上得具 寒波怎么入海 人说话会娓娓到来 然后你觉得这个波浪也并不大 但是这个波浪一直会到海里边 所以你可以说寒波巍巍入海 青城桥上得具 寒波巍巍入海 还可以吧 孤鸟渡寒川多好 一只鸟 现在对我来讲 到一个地方游山玩水 那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就是当别人去看日本 看樱花的时候 我一定是去日本见一个什么人 就是要跟他聊一聊 田老师来了 我天哪 哎呀 中国和日本文化高层之间 唯一的一创口 就是田老师 就是田老师 到底什么是体面的生活 田老师建议去拜访他的一位朋友 地球上最体面的一位诗人 先生 我邀请你 古川俊太郎 是日本著名诗人 剧作家 翻译家 那这国旗是有名的 想进入诺奖后补的 21岁 出版了处女诗集 二十一光年的孤独 并以此诗集 被称为昭和时期的宇宙诗人 好吧 我们进到21光年的家里边来了 这老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工作 也不靠谁 就靠写作 一年收入八十万美金 安倍总理大臣了两年的年薪 现在去地球上没有一个就是他 西河先生 您好 现在我看他精神头很好身体也很好 他等我给你 表面看着很精神 那面老人了 那面老人 工作量还是那么大 他说今年开始我拒绝了很多约稿 今年 我读到他的诗里还是充满了灵感 就是刚才我读到他说 我说那个语言都是开花的 我希望往下来 这个日本的这个古典的诗歌的这个形式 您是怎么一个看法 在您的写作当中有一个体现吗 もちろんありますね 七五朝という恩律の影響は ものすごく受けているから それは影響というよりも 日本語の本質としてあるわけだから 他说的这个很有意思 他说五七五这个形式 就是日语天生的一种形式 对 本质 日语的本质 日语的本质 日语言本质 受到牌区的影响很大 我们前头去了一些地方 是松尾芭蕉从那走过的 那么他对松尾芭蕉有什么 松尾芭蕉は先生どう思ってますか やっぱり凄い詩人だと思ってますよ 那是很了不起的诗 つまり五七五という すごく短い言葉の中で 宇宙全体を感じさせるような詩を書いたのは松尾芭蕉が初めてだと思う だから今の日本でもう本当に小さい子供でも知ってる俳句というと古池や河津飛び込む水の音 だってカエルが池に飛び込んだ音がした それだけのことでしょ そこに死を感じるっていう日本人の感性が不思議なんだよね そういう感性をずっと伝統的に持ってるって点で やっぱり芭蕉なんて人が影響を与えてると思うのね 某种程度上 古川俊太郎是地球上最体面的世人 却受益于一个最不体面的世人 松尾芭蕉 去年秋返回江上破屋 副其知诸老往 松尾芭蕉出生于伊赫市夏季五世家庭 早年丧父 中年丧母 一生平寒 一居东京之后的草屋 也是门人及众人之力为他而建 後来草屋被火灾烧毁 松尾芭蕉很長一段时间 記住朋友家中 芭蕉很有意思 芭蕉之前的牌人 有点瞎胡闹似的那种感觉 在这个牌剧里边有斜血的那个因素 但是从芭蕉开始 牌剧成为伟大的艺术 这个是日本所有后来的牌人 就是必须感谢芭蕉的地方 如今草屋成为朝圣之地 在原址的附近建了芭蕉纪念馆 用以展示松尾芭蕉的生平和成就 这个是芭蕉的奥之戏道 奥之戏道 这是芭蕉的一个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作品 一个贫苦的流浪诗人 如何能让原本粗鄙的牌剧 成为体面的艺术 进而影响到世界文学与艺术创作 一鹤上野城是松尾芭蕉的老家 也是松尾芭蕉首先接触牌剧的地方 这里可能会揭开松尾芭蕉成为牌剩的秘密 福德老师您好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こんにちは どうぞ これはこの城を作った 東道高虎の像ですね これは木彼です 天守阁曾是日本大将 藤堂家的城堡 松尾芭蕉曾经作为藤堂宗良的侍童 一起学习牌剧 这是柳宗原的诗 これは日本の高校の教科書にも出てきます 就过去他们对于汉文化的这个修养 你能够看出来 1672年 藤堂宗良病逝 松尾芭蕉决定前往东京 改牌号桃清 开始自立门户 不知道当时的松尾芭蕉 有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将彻底改变 日本牌剧的历史 松尾芭蕉はすごく旅をしたのは 場所は人生で大体5回の旅をしています 一番有名な旅がこの奥の細道の旅です 画面是个摩托范的 年轻人的发展 立正常彩虚 Spread 柳博文字 联大学 曼谷 宗原 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